剃台的皮 市長想先請問一下 因為今天早上宋楚瑜他有到基隆去 但是他被問到是不是要挺黃珊珊的時候 他是沒有做表態 那你怎麼看現在宋楚瑜這樣子的說法 因為他說藍綠都有人要找他去支持 那會不會覺得說是因為自己的關係 讓宋楚瑜他可能還有對你有一些 有一些小訪在 所以他現在不想再做表態支持黃珊珊 其實每個人在世界上有各種關係 他一方面又是你看 小燕當總統 我們派APEC的代表宋楚也是代表 所以表示他跟綠燕也有關係 那也不要忘記他以前 在國民黨內想必 而且他當過蔣經國的秘書 所以這個跟 不管跟國民黨跟蔣家也有關係 他他個人跟黃珊珊關係也很好 所以通常這種關係很複雜狀態下一定會有壓力 所以我常說活在世界上不要給人家壓力 就是說他方便就好態度就這樣 所以我覺得宋楚瑜在現階段不想表態很正常 市長不好意思 我再補問一下 那你會不會就是為了黃珊珊再去拜訪宋楚瑜 就是跟他修補一下關係 當然我會拜託他 沒問題 好 再來 伊甸市 願婷 市長想要請教一下 就是因為現在其實有蠻多份民調出爐 可以嗎 市長想要請教 因為現在有蠻多份民調出爐 包括之前的TVBS跟放言民調 不過這兩份民調其實差異有點大 就是陳時中一個是領先 然後一個是落後 那會不會擔心說就是國民黨在這支中操作氣保的問題 台灣的基本上我們的民調已經變成是文宣的一部分 所以我也知道很多民調叫導引式民調 或者是時事行的民調 就是有需要的時候他就會做給你看 所以一樣 你喜歡看什麼樣的民調我都可以做給你看 所以有時候看一看就好 這也沒辦法 除非他已經很注重他的credit 不然 明白講 那個有時候 所以民調做已經看是哪一個公司做的 很多根本就是公關公司 好 下一題 再來進電視的詠欣 市長想繼續 市長想繼續延續剛剛那個宋主席的問題 最近有跟他聯絡嗎 因為現在傳出說他不願意站台的原因 是因為就是你白局的心結還沒解開 你怎麼看 所以這樣 我最近是沒有跟他見面 但是都有聯絡了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 這個我們當然會努力爭取他的支持 那會有聯合造勢的活動嗎 我跟你講 還有90天 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 好 三立平均 這邊想跟市長請教一下 昨天苗栗現場參選人中東景 林表的時候巧遇可把可嗎 那現場就拋出藍白合作 市長怎麼看這個邀請 有跟他談過嗎 我本人沒有見過中東景 我這樣只有再一次 好像哪一個 哪一個 資通訊大廠那個廠房開門 還是那個 我去竹南 有遇到就遇到他握一個手這樣 我到現在為止跟他唯一 唯一就是 見了三秒握過一個手這樣而已 我本人跟他沒有見過 所以 我倒覺得這樣 很多東西就是 有機會遇到談一談再說 所以不要刻意說什麼叫 什麼白河 什麼藍白河 什麼一大堆河 我倒覺得這樣 常常想想看嘛 這個人好不好適不適合那個工作 再講嘛 那你自己的評估在苗栗藍白合作 是有空間的嗎 我跟任何人都可以合作 最後一題 聯合的利育 請教市長 今天議員秦慧珠去登記的時候 被陳時中的競選排場擋到路 擋到 那秦慧珠是怒嗆說 走無障礙坡道受到屈辱 他覺得選委會應該要設肇事區 還有批評說 信義分局不是為陳時中而活 市長怎麼看 然後你以為這個是不是失言 我倒覺得我們從來一遍 你知道我們那個應該 宣委會跟那個警察局 事先要先安排好那個 造勢區 我覺得宣慧珠講的是對 就是說 你要大家要喊動算要在哪裡 然後要排schedule 要申請排順序 這樣就好了嘛 就是說你也不要去 比方說兩組人同時都要搶那個位置 或是說 你把人家都錄擋住也不好 所以這個我倒覺得這是我們 管理上要改進的地方 只是說就像這樣 四年才發生一次你知道 所以說我為什麼每次都強調SOP 像這件事情我就叫它寫SOP 下一次要登記參選的時候 哪一天 大家這個有一個叫造勢區 通道區 造勢區要排schedule 要申請制 這樣就不會吵架了 市長可不可以加問 因為秦慧珠是說 他覺得走無障礙 坡道 受到屈辱 市長會不會覺得 其實議員有一點失言 我跟你說 心情雙胖比較大條 人生活在世界上 每次都要計較 不要緊張 好 謝謝大家 健康裡面全天候現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電解磁磷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 而且沒有污染 兒童孕婦都是很適用的 哪裡可以買到水神生成精呢 就是上我們的快點GO